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斌 在NBA,球星赛场上的发挥让人眼花缭乱,排案叫绝 这和他们出色的球技是分不开的 当然,也有赖于多角度的转播镜头捕捉 才让这些精彩的表演呈现在我们眼前 其实,在我们没关注的地方 民间也有着许多篮球高手的存在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草根篮球达人开始被人广为熟知 库里见到了童年的自己 莉拉德对其关注、学习 今天,阿斌就带大家来见识一下这两位民间达人 在2021年夏天,库里发布寻人启示 他在微博上晒出一段孩子打球的视频 希望能找到里面那个身穿30号球衣的小朋友 这个孩子是个球手,他真的掌握了所有的技巧 有谁能帮我找到这颗未来之心吗? 库里写道 从视频中不难看出 这个身穿30号球衣的小朋友也就五六岁 但篮球技术已经非常娴熟 他施展了胯下运球 Crossman,后车步投篮,抛头等多项技巧 而且一些动作很有酷里的特点 随后,凯文加内特等NBA球星都转发了这条视频 各大媒体也在网上争相转载 其中NBC勇士频道在转发之后 评论道,这小孩看起来好像库里啊 库里寻找小库里,历史之间成为了热门话题 你肯定会关心后来找到了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那个小男孩也很关注库里 他在网上回复了库里的动态 表示很高兴能够获得对方的肯定 然后,表示自己要去做作业了 并解释道,这是小孩子的工作 呵呵,这也太可爱了吧 希望这位小朋友能够健康快乐成长 有朝一日踏上职业赛场 当然,成为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天赋尤为关键 身高是置顾很多人更进一步的平静 然而,就算打球不能变成饭碗 但依然可以保持热爱 这份爱能有多炙热 就像卖垃圾翅一样 三分线外两步跳投三分 呃,虽然距离有点长 但是在篮球爱好者中能做到的大有人在 但是加上体操的动作呢 在卖垃圾翅身上 篮球不再是得分运动 而是打分运动 只见他双腿助力,拍球蓄力 然后平息静气,原地起跳 在空中顺时针旋转的过程中将球拨出 完成360度转身跳投 当他命中这季超高难度的三分之后 阿兵的下巴也跟着他的双脚一起落地了 天哪,这是什么妖精 老婆,他和牛魔王一起出来看上帝啊 纵使他穿了硬有维德的球裤 但阿兵还是要给他打十分 这动作实在是太难了 奉劝各位不要轻易尝试 毕竟我们的老妖还有别的地方要用呢 要是闪到就糟了 而且医院网络也不是很好 然而,还没等模仿者出院 他又有新的投篮招式了 中场跳投,这次给你打个五折 转个180度,篮球依旧命中 面对防守 三分线外一步起跳投篮 空中拉杆直进乔丹 360度旋转三分再加难度 更长的距离 外加极限后仰 再也不说你行你上 胯下换手跳投 人无我有 声东击西 你永远不知道他哪里出手 在跳投方面 麦拉基士天马行空的创意比比皆是 再次也不一一列举了 看了他的地花之秀 你还能记得投篮本来的样子吗 阿斌已经开始怀疑 黑子的篮球其实是一部纪录片了 不得不说 他那夸张的腰腹力量 着实让人羡慕 对于业余篮球达人而言 扣篮是最让人心持神往的 作为跳投万花筒的麦拉基士 在篮框上打球也不顾小菜一叠 接球单手灌篮 持球折叠爆扣 大风车支压支悠悠地转 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 看他扣篮视频 可以见到螺丝的影子 直上直下扣完不挂框 无视缓冲 直接落地 看来他除了腰是铁做的 就连膝盖也是钛合金的 浏览到这儿 总有键盘侠会说 这些都是无对抗完成的动作 有本事去实战中耍耍 能说出这话的 估计球怎么拿都不知道 用脚趾头想想看就知道 他是野球场上的大杀妻呀 一步过人 毫不拖泥带水 跳起上篮 他的肚脐眼能和你三目相对 转身过人溜底线 一个拉杆就把防守全解决 回归学院派 从事对抗路 顶开对手打成2加1 轻松加愉快 在非职业球手当中 他已属于天花板的存在 但天花板也是要安装在 一步步搭建起来的框架之上的 人钱显贵 背后受罪 这句话对于麦腊鸡翅来说 太真实了 麦腊鸡翅本名吴彦馨 虽然长得帅 但和吴彦祖没什么关系 他是个深圳小伙 目前还是一名大学生 就读于海口琼台师范学院 并非篮球名校出身的吴彦馨 在篮球路上 一直付出着 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努力 183公分的身高 是网上理想男友的标配 但在球场上却没有优势 既然长度已经固定 那就改变硬度 吴彦馨除了打球 去的最多的地方 就是健身房 他为了拥有更好的核心力量 专门给自己制定了一套 无氧训练 我们也不妨看看他的项目清单 要求侧抛做三组 每组十次 要是每个锻炼者都像他一样 估计用不了多久 健身房就可以重新弃墙 他或许也考虑到这一点 除了砸墙还有砸地 数量一致 会墙体分担火力 球球表示 终究还是我扛下了所有 接下来是负重死虫 也是三组 每组20下 屈膝一定要成90度 训练就是这样 量可以不大 但动作必须标准 V字推局也是同理 三组每组十次 双腿加紧绷直 做的时候腰部适当发力 还有就是健身球平板支撑 他做的时候 有规律地将球滚动 自己躯干保持平衡 看了这些 是不是感觉自己也行 其实每个动作难度本身不大 但是得掌握要领 有针对性的练习 而且最重要的是坚持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重复的事情认真做 这样才有积累和提高 在这过程当中 最难的就是感觉自己努力了 去日时间看不到回报 而产生迷茫 不光是我们会这样 吴彦新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但是他都调整好了心态 不放弃每一次 让自己变得更强的机会 你吃不起的苦 他会吃 你遭不起的罪 他会默默承受 这也就是他能达到 目前篮球水平的原因 阿斌不喜欢给大家灌心灵鸡汤 毕竟人都是有惰性的 也有自己的目标和取舍 但是那些为了目标 不断立志向前的人 确实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吴彦新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上述提到的训练 其余在健身房 你能看到的基础项目 他都会去完成 作为训练的巩固 跳箱子 深蹲 硬拉 这些增强弹跳的方法 你觉得他会放过吗 现如今 吴彦新在网上 已经收获了百万粉丝 在某个短视频平台 NBA75大巨星利拉德 只关注了16个账号 而麦拉基赤 就是其中之一 不得不说 这是一种莫大的肯定 利拉德关注他 阿斌也关注他 是不是可以说 阿斌等于利拉德 开个玩笑 对于平凡的篮球人来说 职业赛场或许过于遥远 但能将自己的热爱 发挥到极致 就大有可能成就不平凡 有梦就去追 被嘲笑的梦想 才更有实现的价值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